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耶斯哥 有问题就找耶斯哥 今天呢我跟大家谈一下这个 快速成为美国公民的捷径 因为不少朋友呢 他对这个也比较感兴趣 当然了实际上 就我们的所谓的这个美国之路来说 他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申请签证 我讲了很多的话题是关于这个的 第二个阶段就是绿卡 我也讲了一些不同的方法 怎么样拿美国的绿卡 那么最后一个阶段就是 怎么样成为美国的公民 就是入籍的问题 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呢 因为也有不少的朋友 在跟我讲这个事情 就比如说尤其是很多的朋友 他们说 如果我以政治庇护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获得了绿卡 那我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才可以尽快的把我的这个亲人给接过来 那么实际上如果说是你的这个 就比如说如果是你的这个夫妻的另一半 还有孩子 这个是可以在你申请完政治庇护 如果你获得通过之后 你马上就可以把他们申请过来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你想申请你的父母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亲人的话 那么这个就必须得等你成为公民以后 你才有这个资格 或者说你拿着这个政治庇护的绿卡 如果想申请亲属直接过来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所以呢这个很多朋友说 哎呀那我是不是要等很长很长的时间 啊这个所以呢我就今天谈一下这个问题 就实际上呢如果说啊你的条件合适 你可以再拿到绿卡以后 大概在一年以内你就可以成为美国公民啊 因为这里有一个捷径 这个所谓的捷径呢 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提的啊 那么可能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 这个这个捷径其实就是啊当兵 因为你当你有了绿卡之后 你是完全可以在美国当兵的 啊我记得在几年之前 那个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啊 很多的就是他有一个叫什么 那个Murfin一个计划 还就是美国的这个军队里面的一个 Murfin的一个计划好像是 啊那个具体那个单词 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呃他是一个几个单词的一个缩写啊 就是大致的意思就是啊一些外国留学生啊 或者是只要你是一个外国人 你没有绿卡也没有问题 只要你在美国合法的呆满了两年 你就可以申请在美国部队当兵啊 啊那么很多的留学生当时很多的留学生去当兵 因为当兵之后他们马上就可以预计了 几个月之内就他才就可以预计了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捷径 很多的留学生在做这个事情 但是好像后来就关闭了啊 因为涉及到这个啊 针对的安全问题 尤其是现在这个中共的间谍啊 啊圣斗太厉害了 所以美国人他可能也搞不清楚 也算反正是嗯 各种外国的留学生可能就这个计划就完全停掉了 当然不仅仅是受影响的是中国的 这样的一些想入籍的一些人吧 很多的这个很多的人可能都很多国籍的人都受到了影响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现在只能是你必须的至少要有绿卡 你才能够啊申请当兵 那么当兵之后有一个很好的好处 就是正常情况下你拿了绿卡 你需要等到五年以后 你才能够申请入籍 对吧 你有一个公民入籍考试 以后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谈这个 嗯 但是都在 呃 如果说你不想等那么长时间 那么你 比如说我想早一点成为美国公民 这样我就可以把我家里的父母啊 还有其他的亲人 把他们给申请过来 哎 这个计划的话 那就很不错了 那你就可以直接去申请当兵啊 这个就是一个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就是啊 到部队里面去 但是呢 这个到部队里面去实际上呃 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你需要通过一个考试啊 你也需要通过一个考试 否则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成为这个呃 就是进入部队的啊 因为他他是有一个考试子 他不是说哎我是不是有了绿卡 我就可以立马可以申请当兵 哎他这个流程不是这样的 他必须得有一个考试 那么这个考试他的这个名字叫什么呢 我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啊 这个叫A S V A B A S V A B啊 这这本书啊 大家如果想当兵的话可以参考这本书 这本书确实非常非常的好 这就是A S V A B 然后Prepare啊 他这是Prepare的简写嘛 Prepare Plus 然后是这个是最新版的2018到2019啊 那么这样的一本书 如果你拿到手里面 你把它完整的复习一遍啊 基本上你就可以把这个整个考试把它给通过掉啊 他这个考试呢 也不需要你考很多分 你考不一样的分数的话 可以当不同的兵种 但是我看了一下 他基本上至少好像要达到60分左右 好像才可以有资格当兵 否则的话 你如果考不过的话 那就比较麻烦了 对吧 这个就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这个是每一个当兵的都必须得通过的 当然除了要通过这个考试以外 你还有一个基本的要求 就是我记得是不同的兵 种有年龄上的限制 我当时关注了一下 好像是最大的年龄是34还是35岁 你还可以去当兵 大概但是最年轻的大概是17岁 正常情况下 一般在17岁到34岁这样的一个范围的话 你申请当兵是一个很合适的一个年龄 但是呢 如果说你大于34岁的话 它好像有一个宽限期 就是不能够大太多 好像有几个特殊的兵种 可以稍微大一点点 但是不能大太多 一般来说如果超过40岁的话 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所以呢 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适合比较年轻的朋友 就是不到40岁的朋友 可以去考虑走这样的一条路 当然你首先得拿到绿卡 首先得拿到绿卡 有了绿卡 你就可以用这个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捷径 成为美国的这个公民 那么你后面办任何事情都没有问题了 同时呢 还有就是入籍了 当了公民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最近川普政府 他不是搞什么 那个 那些拿绿卡的 那个 你如果乱吃福利 乱拿福利的话 很有可能以后影响到入籍呀 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吧 他还有可能把你的绿卡给剥夺掉 但是呢 如果你 你已经入籍了 你这个 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享受美国的各种福利了 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他也不可能剥夺你的这个国籍 对吧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小的好处吧 好 那么我们继续来说明一下这个考试 这个考试呢 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本书呢 实际上这本书啊 是我拍下来的 待会我再把那个大概的一些内容和 几个简单的策略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本书里面的 大家如果自己找的话也可以 我觉得图书馆里面没有这个最新的书 但是呢 大家在各种书店呢 或者是在线的 应该是可以买到这样的一本书的 所以呢 大家如果要准备的话 最好我推荐大家用这本书 这本书写的确实不错 为什么我看了这本书呢 因为啊我的这个教堂的里面有一个朋友 啊 他那个他孩子想那个当兵啊 他孩子想当兵 然后呢 呃他想请我帮他辅导一下 就是所以他把这本书给我了啊 就是就是让我拿着 然后呢让我先看一遍啊 看一遍这个考试到底是考什么内容 然后呢再给他孩子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些辅导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呃 那么这个 所以呢 我就把这本书拿在手里面 我把它翻了一遍啊 翻了一遍 大概他的这样的一个考试内容啊 呃 我觉得这个知识点 基本上跟国内的这个 应该是高中知识是差不多的 因为他这个考试呢 他是他应该不会是非常啊 非常蓝的一个考试 你想啊 因为很多的美国的高中生 也就是他们在高中毕业以后 他们就可以参加这个考试 然后直接去当兵了 有很多都这样的啊 呃 所以呢 他应该就是跟国内的这样的一个高中知识水平是差不多 但是他考的范围非常的广 啊 什么物理啊 化学啊 这个数学啊 几何啊 什么啊 还有各种啊 稍微一点拓展出来的这种历史啊 什么 还有那个什么拼节目啊 类似这样的一些 就是基本上把你所有的这个技能都考到了啊 把你的技能都考到了 呃 我觉得对中国的这个考生来说 比较难的地方很有可能是类似于跟生物学相关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大概看了一下那些题目 那题目他其实并不难但是呢 他很多的单词是一些专有名词 生物学的这样的名词 当然我我的生物学的不是本身就学的不是很好啊 然后他的那些专有名词就是英文的啊 一写出来之后 哎 你就很容易混淆 哎 他到底说的是哪个意思 很有可能如果他出成这个中文的题目你是知道的啊 比如说那个DNA啊或者是什么媒啊二媒体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啊 就是这种啊他这些那些英语单词大家用的非常的少 但是呢他在考试的时候你就需要啊知道这些否则的话你就很难去做 所以大家如果要准备的话 我觉得重点要准备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啊 就是一些专有的单词你最好能够专门的记一下 这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好 那么我们开始这个把这个简单的内容啊 把它给展示给大家看一看啊 就是这本书相关的啊 最后再说一句 你看这个ASVAB 它实际上是什么的简称 它下方有看到没有 它是Armed Service Vocational Appetitude Battery 这个考试的名字就是这个 你看它这个是 It's a test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which needs a sponsor nor during this product 就是它它实际上是属于美国的这个防务部的这样的一个考试啊 所有的这个当兵的在入籍当兵之前必须得先通过这个考试 否则的话你没有资格当兵啊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相当于说当兵也要达到一个素质要求吧 好像这个跟国内不一样 国内当兵啊 基本上你只要你年龄达到了差不多了就可以了 好像没有什么专门的考试啊 好这是它不一样的地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考试啊 这考试它实际上分两种形式啊 这种考试分两种形式 第一种呢 它就是笔试 你看它是用一个paper and pencil 也就是你可以参加那种笔试的这种考试啊 但是这个这种笔试呢 它实际上是比较少的一些地方啊 就是目前来说越来越少了啊 因为所有的考试都电子化了嘛 计算机化了 那么大部分的考试呢 它实际上是属于这个机考啊 所谓的机考呢 它就简称为cat cat它就是就是computer adapted testing 我个人建议如果大家要选择的话 最好选择机考 为什么选择机考呢 我给待会给大家看一下啊 因为呃为什么选择机考 它那个如果你说呃很多的朋友 他可能喜欢这个笔试 就是用用那个pencil和这个paper 对吧 这样的一个形式 正这样其实也没问题 但是呢 它给你发了一张纸以后呢 它那个考题的难度是固定的 那么发给你的是什么 那你必须得做完啊 你你就是说相当于没有必 没有没有办法再去呃 再再有机会去改了 对吧 你的难度已经固定了 发给你的难度都固定了 然后呢 你必须得把它做完啊 但是呢 如果是机考的话 你看它这个cat 它上面写了 你看它这个这个图啊 这个非常有意思 也就是说 你看你的这个question number 这个横坐标 纵坐标是question difficulty 这个是它的难度啊 它的难度 那么就比如说 如果你的这个第一个题 你看你如果做的不对 这个这个这个 I就代表是incorrectedly C就代表correctedly 好你看它 如果你做的不对的话啊 那么它就会降低难度 看到没有 降低难度啊 然后你第二个又做 做对了啊 第二个做对了 它难度又提高一点 好然后 然后到了第三个 你又做错了 它能不能再降低一点 然后你再做错了 它难度还要再降低一点 好 然后你这又做对了 做对了 然后它难度就提高一点 好 然后提高一点 然后再保持这个水平啊 就基本上来说 你看 它的这个难度啊 是跟你的这个做的对错 其实是有关系的 啊 跟你做的这个对错 有关系的 它实际上也就是相当于说 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什么呢 就是一些这个轻松的时刻 就是比如说你觉得难了 好 它会自动降低难度 好 自动降低难度 哎 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可能会有利于你发挥这个考试 而且呢 你的总体难度低一点的话 说不定 对吧 对啊 你的分数可能会低一点 但是呢 对于你来说 你通过这个考试才是最重要的 对吧 就如果是损比试的话 这一点就没有办法达到了 所以呢 它这个cat这个形式还是我觉得它这个形式还是很不错的啊 至少从这一点来说 我我是比较喜欢 但是我已经没有机会去参加这个考试了 哎呀 嗯 好 然后呢 它的这个怎么样去去啊注册这个考试啊 你看它这个上面写了 你你如果想参加这个考试 你你首先还得有这个美国的类似的等同的这个高中文凭啊 高中文凭 当然这个大家在国内都比如说如果读过高中啊或者什么 至少读过高中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 然后呢 你看啊 它上面这写了这个怎么样去读你的这个分数啊 怎么样去读你的分数 嗯 当然这个实际上就 我觉得呃大家不用去管这个啊不用去管这个到底是分数是多少 因为我觉得你只要把这本书能够完全的把它给做一遍读通的话 我觉得考六十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呢 后面的还有就是就是教你怎么样去这个呃应付这些考试啊 怎么样去应付这个考试啊 呃他还专门写了这个cat的好处和这个呃不好的地方 你看他的这个好的地方呢就是他实际上有可能他的这个难度啊啊或者说他的这个时间长度上来说很有可能比比试的要短一些啊这是他的好处 然后呢他这个考试呢马上就可以分数就可以出来啊 然后他这个考试呢非常的灵活 你不需要等待下一个下一个设定的这个考试的时间啊啊 考试的这个计划 然后呢这个考试呢还有嗯 你也不需要啊就没有没有chance去lost planning啊by filling out your answer sheet 也就是说你你也不需要在专门的花时间像那个笔试一样 你把那个呃把那个题目的答案图在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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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叫打卡机上面打卡打卡的那个就是图的那个答题纸上面 大家大家都知道那个呃这边叫scantron啊啊就是专门用那个机读的那种啊图用铅笔图在上面的那种啊答题纸吧 但是呢如果是机考的话就不需要了这个省了很多的时间 这个是他的这个cat的一个很好的一些地方 当然他的不好的地方呢就是你一次你必须得按照这个呃计算机给你的这个顺序去啊 啊考每一个题你不能够去skip 但是如果是比试的话你可以自己跳嘛对吧 你感觉到蓝的你就跳过了啊 然后呢但是呢呃 而且呢他上面写的你看啊 如果你意识到你的答案前面那个答案是不对的 你已经没有机会go back and change your answer 这一点是跟那个其他的一些机考不一样的地方啊 这一点我尤其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呃 你比如说我之前跟大家讲的那个GD的考试 就是美国的同等呃高中学历文凭的那个考试啊 那个考试他是可以改的那个也是机考我当时考的也是机考 但是呢你考完之后他会把所有的答案你可以review你所有的答案 然后呢如果你有时间啊就是如果你做的慢的话你就没时间review了 如果你有时间你在review也就是你在检查你所有的答案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前面这个哎我觉得这个答案不太呃不太对 我要改一下那个是可以改的GD是可以改回去的啊是可以退回去改 但是呢这个这个这个啊asvab他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呃因为他是机考嘛他是机考他而且他上面呃前面我给他展示了一下 他这个机考他就是呃等同于说你你的你不对了他就会降低难度 实际上他他已经通过这个方式给你一个出路了 所以他他不会再说啊你再回去再呃再再把那个呃把这个错误的答案改正确啊 这个是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要适应一下啊 但是当然如果你是用的是paper and pencil就是笔试的话呢 那可能还是可以的啊这是他不一样的地方啊 然后呢就是呃他谈到了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就是他这本参考书给大家的这个 怎么样去参加这个考试的一些策略strategies啊asvab啊 就是先回答简单的当然如果是机考的话又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好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你在准备的时候你最好能够自己把这些呃仔细的读一读 这个应该是我觉得对大家非常有好处的啊啊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充分的把它准备好 如果你能够通过这个考试然后你的年龄正好适合然后你还有绿卡那么你就马上就可以入籍当兵 然后呢就可以成为美国公民了啊那你想做什么事情啊都非常的轻松愉快了好这个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一个信息 就是怎么样的快速的成为美国公民啊这样的一个捷径啊希望这样的一些信息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 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